除了影响国际关系,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将对全球经济构成负面的影响。 这不只会打乱供应链,也会使投资和研发受到限制,以及影响民间的交流。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,对世界来说不是好消息,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件坏事。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打击了全球信心,让我举个例子说明,大家手中的智能手机是由许多零件组成, 而这些零件又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设计制造和组装成的。 苹果手机是这样,华为手机也是如此。 但是如果美国不允许自己的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,也不让他们售卖芯片给中国, 那中美企业就必须各自制造自己的零件和芯片,研发自己的智能手机,并开发自己的电信系统。 在这样一个河水不犯井水,两个阵营各做各的世界里,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很方便地和所有的朋友沟通与联系。 新加坡是一个小型和开放的经济体,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。 如果中美彼此无法建立互信,世界情况继续分化,那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将受到拖累,前景会变得更加暗淡。 很多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本地公司会受到冲击,而那些在中国市场,出口货品到美国的新加坡公司也会遭殃。 关注我们,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新加坡眼。